心急进行 远离虚妄 以真谛门 执众得本 底下解释 心急进行 华严经 探玄经 里面说 无语涅槃 明急进 消彼明行 那就是一呢 无语涅槃 这个境界很高 这不是普通人 这是指的法身菩萨 在《资词记》里面讲 急进就是涅槃离也 涅槃的离就是急进 有世尊释迦牟尼圣号 牟尼义作急进或急墨 这是我们本世的德号 世家翻成中文就是能人 能够的能 仁慈的人 换个说法 世家就是大肆大悲 牟尼呢 就是急进 或者叫做急墨 我们换个讲法 就是清净 平等 所以佛来到世间呢 这个名号 给我们很大的启迪 教我们 学佛人 要怎么样处事 带人接悟呢 对待众生 要大慈大悲 对待自己呢 要做到清净 平等 这个就是 世家牟尼的意思 可是世家牟尼佛 如果在极乐世界 实现成佛 他还可不可以 用这个名号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在极乐世界的 所有大众 各个都是什么 大慈大悲的 各个都是呢 清净平等的 所以这个名号 在那边就不适用了 一定要用另外一个名号 用什么呢 要用阿弥陀佛 所以在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时代 佛这个名号啊 不相同 总而言之呢 这个名号 都是啊 教学的善巧方便 下面引用 离去世下 离去波罗蜜 来解释 在卷下里面讲 谋尼者 极尽意 身口意极尽 故称谋尼 三叶都达到了极尽 身极尽 他没有妄动 没有杀到瘾 口极尽呢 没有言语 他没有妄于两舌口气 意极尽呢 没有妄想 没有贪嗔痴 佛纵然做人了 一动不动 其实他在那个时候 有没有在教学呢 也在教学 教我们什么 教我们要做到 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别不知足 大家仔细看一下 每一尊佛像 你有没有觉得 佛菩萨这个造型呢 无论是站着的 坐着的 还是躺着的 都让我们感觉到什么呢 非常定 他就说是不是 真的看佛像啊 会让我们心静下来 会让我们自自然 生起一种 大慈大悲的心 有人蛮可爱的 他说法师 你这样讲 我好像没有 没什么反应呢 为什么我们 没有这些想法呢 我们的心还是太乱的 还是想得太多了 没有做到极尽 哪一天我们把心静下来 灵在观看佛像 那个感受就不同 下面是密宗的说法 有大日经书云 某你则即莫也 散即知徒 长即知徒 唯妙即觉 忧深悬缘 不可以言说之 如是法界 即然大灭度法 为否一人 就静清静 故临某你也 从这个解释 就告诉我们 修清静 平等 太重要了 您清静到极处 平等到极处 将来就生到哪一土 长即之土 就是我们经中常说的 长即光 在这个环境里面 它是什么现象呢 没有现象 它就是一片光 进入到长即光 身体没有了 世界没有了 到时候我们那个身呢 就是法身 法身是没有像的 法身呢 就是一片光明 在大圣记里面常说嘛 大光明障 大光明障当中呢 具足一切万法 遇到缘的时候 它就会起现行 没有缘的时候呢 一片光 所以我们修学啊 到最后 就是要恢复自己的 真如本性 而长即光呢 就是指的真心 本性 今天我们用的方法 是念阿弥陀佛 每天专心念 时间 长久 每个人不一定 但是呢 一定要尽量多念佛 念得越久越好 在这里呢 告诉我们呢 长即之土 这讲长即光 它是唯妙极绝 幽深悬缘 这个情况啊 说实在的 居然连法身菩萨 都不能够完全了解 那只有谁才透彻 究竟明了呢 这经上说嘛 唯佛与佛 方能究竟 所以长即光土 它不可以言 说之 您讲 讲不出来 想呢 也想不出来 如是法界 极然大灭 杜伐 这个就是 无助身心 达到了圆满 为佛一人 就近清静 故名 谋尼也 谋尼的意思呢 就是金刚经上 所讲的 应无所诛 而生 其心 这是做到最圆满的时候 七姓位菩萨 他们断正的功夫 相当于阿罗汉 也就是说 人家呢 把见识烦恼给断了 他不再执着了 再上去就是八姓位 那是圆绝 九姓位是菩萨 十姓位呢 是十法界里面的父 看了这个金上的介绍啊 我们就明白 从初姓位的菩萨开始 他们就 把这个生剑 放下 五种剑 他都能够放得下 可是啊 就通途上来讲 要放下五种剑或 非常困难 生剑边剑 剑取剑 戒取剑 邪剑 我们试问一下自己 你哪样能够放得下 所以啊 修了五量节 我们到今天 居然都还不是 虚脱还国 这个话平常没人说 我们自己问一下自己嘛 我们是不是出国 都还不是出国 我们还怎么好骄傲的 是不是 跟佛相比 那插得远着呢 再不用功 寿命到头了 怎么办 还是要轮转呢 所以呢 我们凡夫 的的确确 没有像 阿罗汉 菩萨 佛那的 那么样的情景 你看这里介绍菩萨嘛 这些大菩萨 他可以做到 既无助 也升兴 所以 不错了 什么事 这些大菩萨 我可以做到 了